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款小怪兽的钥匙挂件 这个比较简单,但是勾出来的形状还挺搞怪的 首先环形起针,然后我们需要起四个短针 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挑选比常规用的针要小一号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五号线,正常一般要用到用3.5或4号的钩针 这时候我可能可以选择3号钩针或者2.5的钩针 因为四个短针就不太好入针 在第一圈第二圈的时候不太好入针 第一圈钩完之后收紧线圈,然后开始第二圈的钩支 第二圈就是钩四个短针的加针 就是每个针目勾两个短针 把这一圈第二圈钩完 钩完之后到第一个针目去做引拔 引拔之后呢我们把字片最好给它翻一下 就是把压一下,然后让它我们在钩的对靠我们的这边,让它成为外圈 好,然后开始第三圈的钩支 第三圈呢就是一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 然后以这个规律呢我们勾四组,就第三圈就完成了 后面的勾支规律基本上也很简单 我就把我的图解拍出来,然后大家自己截图保存 我就不讲了,我们到最后三十六圈去合并的时候,我们再讲 好,第十五圈完成之后,我们到第十六圈开始给它收口 就是这个时候都不用断线 然后呢我们直接穿过第一针的针目,然后隔一针,因为第二针我们是不好穿的 所以隔空一个针目,然后与第三个针目去进行合并勾短针 以这样的方式,一直一针对应一针的去勾短针 把它口给它收起来,这样一共应该是要勾十七个短针 完成之后,主体的部分就算完成了 接着我们可以开始勾嘴巴的部分 接着我们勾十二个锁针 大家也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要勾十个锁针都可以 十二个锁针完成之后,我们回到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二个辫子,挑半个针目去勾短针 先勾十个短针 然后,先勾十个短针 十个短针完成之后,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针目 在最后一个针目,我们要在这一个针目里面去勾三个短针 完成一个弧度的弧度的拐弯 这样呢,我们刚好也可以来到 就是三个短针勾完之后,我们就来到了枝片的对面 接着在枝片的对面,我们继续 继续挑半根辫子,勾短针勾九个短针 继续挑半个针目 九个短针完成之后,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针目 在这个针目里面勾一组短针加针 就是勾两个短针 好,这样嘴巴就完成了 我们再到第一个针目里面去引拔 然后断线 那嘴巴的部分就算完成了 接着眼睛的部分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跟我们开始主体的部分起针是一样的 环形起针 然后这个时候圈可以勾大一点 我们是勾了,我是勾了六个短针 然后在第二圈勾六组短针的加针 然后断线就可以了 都勾完之后呢 我们把它连在主体上面就可以完成了 也可以更发挥自己的想象 用不同的创意做出不同形状的小怪兽 那这期就这样咯 拜拜